从全局而言 这场比赛的影响力可能十分有限 但是很明显 荣耀的力量是如此巨大 它让场内外所有人的激情都汇聚一次 诸位的呐喊声不绝于耳 伴随着自豪的赞美诗和歌声 编织成最动听的音乐 接一个世纪以来 圣西罗球场一直都是AC米兰的坚实堡垒 见证了这家俱乐部的光辉历史 好的 双方的较量开始了 罗布特卡罗斯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 他的防守密不透风 成功断下平球 佩德里无疑是西班牙新生代中 最有天赋的球员 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伟大前辈们的所有特势 能够在狭小的空间内处理球 思维敏捷 转身快 能够准确阅读防守的站位 所有这些因素 让他在状态出色时不可战胜 罗布特卡罗斯 皮尔洛 很漂亮的短长配合 说服前科被侵犯了 这就是权宜之计了 他们的防守太过于薄弱 出现了漏洞 不得不犯规阻止对手 实在是没办法 这正是他渴望的一次左右占局的机会 获得机会 皮尔洛 精彩之间 千针万确的 敌的确确的世界部 难以置信 这是一个完美的进球 无论是角度还是力量 都无可挑剔 伟大的进球 这样的角度 没有绝佳的球感是做不到的 蓝将除了从球网减球 什么也做不了 太决了 万比萨卡 送出了一个日一球 裁判开场不久 便出示了第一张黄牌 可能他不缺自信 不过我觉得他还是会选择传球 这球有点高了 实在太远了 想要从这里进球 完全是天方夜台 金琴哥 维斯菲哥 挖掉了 意识出色 轻松将球结下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几连古巴佩 意图很好 但是没能成功 球在罗纳尔迪尼奥脚下 罗纳尔迪尼奥 他的机会 加快速度 伸手敏捷将球解围 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 雷德里 路易斯菲哥 巧妙的传球 有机会打反击 这下很精彩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他向前攻击 抬卡 担心了 简直一如反掌 他们又进一球 机器的跑动 零巧的带球 进球是必然的 A-C米兰取得两球优势 而对手仍未破门 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 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 防线脑洞大开 罗奈尔迪尼奥 罗布特卡罗斯 几次精彩的护传 把球带到了前场 卡卡 雷德尼尔没息 捕捉机会的嗅觉很好 可惜最后无功而返 他成功从对手脚下抢走了皮球 姆巴佩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球在卡卡脚下 对方负责制造问题 而他负责解决问题 挂掉了 姆巴佩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罗奈尔迪尼奥 安德烈皮尔罗 罗布特卡罗斯 罗奈尔迪尼奥 抽出了边线 几个人之间的短长配合 这对门区而言是一次不小的讨厌 他在射门之前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 险些将比分改型 能将开球失误直接传给了对方 卡卡 雷西 莱奥尼尔 雷西很有冲劲 但是没能处理好 快攻得好机会 一个舌尖上的抢断 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呀 罗奈尔迪尼奥 万比萨卡 抢断的位置很合理啊 阿芳索戴维斯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路易斯飞哥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呀 万比萨卡 一直保持警惕 及时出现 路易斯飞哥 将球转移到了边路 米兰施克里尼亚 通过平抢夺回了球权 罗布特卡罗斯 中场休息的上响了 请不吝点赞子 一举个队里 光独到 这就是作为一名替补 应该带来的影响 其他队友都筋疲力尽了 而你可以为球队 带来新鲜的活力 非常有意义的出场 曼联看到了逆转的希望 在下半场 他们需要一粒进球来重拾信心 现在他们可以继续施压 寻找机会扳平比分 球在莱万多夫斯基脚下 这是要传给空气吗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也有很好的机会 还是最后不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往前传 射下球门 他应该知道 这种团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 把起反击 几连姆巴佩 向一支离弦的剑 从左侧高速推进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太卡 将球扑住 惊人的反应速度 无论从哪个层面看 他都是门神 很好地展现出了 他机敏的反应能力 时刻准备着 阿防索 戴维斯 将球抢走了 漂亮 防守就得这样快准狠 穆斯拉 攻门 底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 这个球提的是又高又远呀 现在他们必须这样进攻 这是毫无疑问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进攻像潮水一样 一波接着一波 是的 不过要看他们能坚持 还叫什么 能将表现非常给力 他再次力保球门不失 提前行 rip 安 阿何 拉 主 комна Bier 确不 倒 铆 próxima 确不 A.C.米兰拿到了第一个脚球 这是双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脚球 Me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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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也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弗利普英扎吉 把球弄丢了 卡夫 球在英扎吉脚下 球转移到了右侧 现在应该迅速右手转弓 球在马佩脚下 AC米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这就是个不得不铲的球 他们被反击打个正着 最后没办法 只有放产 做得漂亮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来反多夫斯基 穆斯拉 将球传向后防 耐心寻找机会 曼联尽管创造了一些机会 但要取得进球还要多加努力 他卡 长区之弱 这下很可惜 没能杀死比赛 帝雷尔 马拉西亚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很好的跑位 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 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 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 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 加麦勒 穆斯拉 曼联 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得把球送入境区 开大脚也不算什么糟糕的选择 无论如何都要制造机会 来好 门将又一次把手中了球门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对方没有一点机会 这孔子的论语积攒 烂的传球不如不传 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 他准确地找到了队友 努巴佩 这下要看看他们能不能 想办法自我拯救 这赶紧的时间不多 胜负一分 胜负一分 无论双方有什么不足 比赛本身的观赏性 还是非常高的 双方都有进球 差距也只有一球 塔卡被选为全场最佳球员 这都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 如果回顾比赛的过程 才知道你觉得都有哪些关键点 你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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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